在今次被释助的调整之后,委员亦都讨论关于2018年已经推出了的居屋 大家普遍都认为既然有这个新机制之后, 大家都认为应该是适用于2018年已经推出的居屋单位,重新作出定价 亦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根据现在的计算, 透过这个新的非业主家庭的每月入息中位数计算出来, 是适用于2018年居屋那3个楼盘4431个单位, 应该的定价大致上是52%左右, 即是说是52%左右的一个定价, 大家亦都同意既然调整了定价之后, 我们都认为2018年这期的居屋都需要重新接受申请, 对于原有的超过15万张的申请表, 是8表和6表加起来, 15万张大家都认为它是继续有效的, 我们重开这个申请, 应该现在预计在10月份, 继续最快我们应该在11月就已经可以安排到申请, 。 中文字幕——YK